昆明市检察院,昆明市公安局和五华区检察院的相关工作人员参加了当天的通报会并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在通报会上,昆明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姚志宏首先向媒体通报了公安机关对行昆所涉及盗窃案件的调查过程 警方表示,在调查行昆所涉及的盗窃案件时,小南门派出所的民警就发现行昆面部和身上有伤 行昆称,伤痕是在被施主抓获时打伤的,这一情况和施主反应一致 派出所按照程序对行昆进行了入所提表检查,对他受伤的部位进行了拍照 在新闻通报会当中,警方出示了这一部分照片 姚志宏说,在训问行昆的过程当中,行昆的亲友祝先生也在现场,与派出所民警一起对行昆进行劝导 祝先生见证了行昆供述实施盗窃的经过,直到行昆被送入后问室,祝先生才离开派出所 警方还公布了后问室的部分监控录像 行昆在过问室里将背靠手烤的双手移至身体前面 我们周围已掏出纸 这儿我们可以看见行昆的六成已经解开出了 行昆从这个盲区走进来 他抽出鞋带,放进万一右侧的口袋,马克兰 这是新闻第一次装掉,没有服务,掉落下来的地面,住在地上 一分半钟以后,他再次站起来,走到门边,进入了监控的房区 昆明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姚志宏表示,派出所虽然按照程序规定对行昆进行了安全检查 但是没有发现行昆私藏的鞋带,他随身装的纸币也没有被彻底查出 警方在工作当中存在工作制度不落实,工作责任心不强的问题 另外,武华区检察院反独职清权局局长王平坤通报,行昆是涉嫌10月7号盗窃望角商城某店铺的犯罪行人 公安机关已经追回部分赃物,对于行昆面部及背部伤痕 检查机关通过对有关证人的调查,正是为市民在制服的过程当中形成的 警方在办案的过程当中没有刑讯逼供行为 经法医鉴定,行昆为机械性窒息死亡,结合现场勘验以及查看监控录像 调查相关证人,确定行昆死亡的原因为自意死亡 检查机关通报,行昆是用鞋带在货问室的通风窗口自意身亡 调查马其中报道